马英九被周刊爆料今年9月密会了组头大亨 民进党连番的批评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认为非常的不妥 面对今年的形象遭到了质疑 马英九首度公开自清 或是所有的传闻都是子虚乌有 马英九究竟有没有在今年9月10号 见了组头大亨陈寅柱 绿营自身掌握了可靠消息 咬定马英九确实和陈寅柱密会 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跟着加入匹马行列 以中共的身份去见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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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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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比较有争议的事情的话 是一个不适当的 第二个特别是以中共的身份 是不适格的 马英九自己要把话说清楚了 那他到现在所做的这些澄清 我想还是有后续的一些疑问 面对两党围攻 马英九不得不亲上第一线 为自己辟谣 完全没有也可以说到 不但说我有跟他交换 好还收了他三亿的政治献金 这完全是只需乌有的事情 我们要接触很多三教九流的人 如果你说我见面之前 我先查查看你老兄有没有前科 而且有没有最近的前科 或者是十年前的也不行 那你怎么去这个竞选呢 坦承翰主头陈宁柱见过两次面 但那已经是08-09年的事 马英九要民进党听之抹黑 我真的感到非常遗憾 我觉得蔡主席应该管一管 他这些部署 不应该把一个莫须有的事情 硬塞在我头上 有功有手 马英九坦荡荡 不担心清廉形象遭到质疑 一出会主头移云戏马 从蓝绿交锋到宋楚瑜加入战局 恐怕不会这么快落幕 澳雅卫视周经文林俊峰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